程度也相對增加很多,風險也提升很多 然後從昨天晚上開始有一些雨勢的出現 所以今天進去搜救人員,我們會特別注意他們的安全 有路崩塌的問題嗎?有立塌瀉的問題嗎? 現在原本的步道都已經塌瀉 所以我們必須下切到河床的地方去執行搜救 聽說那邊的水,沙卡島那邊的水已經到胸部以上了 有一部分要涉溪的地方是已經水深及胸 所以現在你可以看到有些搜救人員是著水域裝備要去執行搜救 今天還是有可能會下雨,這樣的話是不是其實風險是蠻高的 是沒錯,所以我們必須掌握現在的狀況 如果任何災情發生再擴大的話,我們就會其實搜救 沙卡島部分只能夠用徒步的方式來搜救嗎? 目前只能用徒步的方式 我看到你們有帶那個搜救犬 對,是 搜救犬的目的是要 選吃看看,因為目前不確定那幾個失蹤的 是生還還是死亡的狀況 那選吃可以幫我們更快速的去執行搜尋